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焦點短打 我是港人港地執行總編輯許紹基 五個美國國會的所謂跨黨派議員 日前正式提案啟動立法程序 要求美國政府檢視49名香港人士 包括國安法指定法官 執法人員 檢控官和政府官員 是否應該列入制裁的名單 被點名的包括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和所有常任法官 警務處長蕭澤儀 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琦 國安委秘書長歐志光 23個現任或前任國安指定法官 和15個檢控官等等 眾所周知 今次已經不是美國政客手道 將非法單邊制裁大棒指向香港的司法人員 這種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惡行 我敢肯定必定以失敗為收場 美國那些不知所謂的反華政客 將矛頭指向香港司法人員 講穿了就是企圖以政治干預香港刑事審訊 令到香港的國安法指定法官深深畏懼 令到他們在審訊的時候作出有利 一眾美國代理人的判決 美國長年以不同的名目 在香港患養自己的代理人 而這些代理人當中不少也都已經 因為不同的理由而伸陷領雨 或者是被正式拘押 又或者是暫時被拘留 美國方面對這件事明顯是最最不安的 美國政客最怕的就是 今次若不能夠成功營救自己的代理人 自身在代理人或者潛在代理人之間的公信力 就會消失太盡 街市要密識其他新的代理人 甚至是正式的間諜 肯定就會難上加難 對誓要重新構建這個對華情報網 和顛覆網的美國政客來說 這個絕對不是好現象 除了司法人員 美國這班政客也試圖將制裁大棒 指向我們的執法人員 和負責刑事檢控的律政司 背後的目的亦非常明確 就是妄想由源頭開始破壞和癱瘓香港的國安系統 令到香港特區再次成為國家安全的漏洞 若果不幸被他們成功的話 一直蠢蠢欲動 對香港始終虎視眈眈的一眾美國代理人 常必肯定會趁機空群移出 重衝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僱頁 屆時香港隨時再次群摸亂舞 想起令人心寒 不過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訴大家 美國政客的奸計不要理有多惡毒 始終邪不能勝正 注定永遠不可能得逞 理由有以下三個 第一就是將制裁大棒 揮向司法和刑事檢控人員 於理不合 於法無據 香港基本法明文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 包括國安法指定法官 上任之前都需要宣誓 而根據司法誓言 他們承諾會奉公守法 以無據、無偏、無私、無欺的精神 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 再者基本法也同樣列明 律政司獨立行使刑事檢控權 不受任何外力干涉 在基本法的保障之下 就連香港行政長官 也不會主動過問律政司的刑事檢控決定 美國政客提出所謂的制裁 就是網圖利用自身霸權優勢 干預香港律政司的刑事檢控工作 是公然侵犯中國主權的劣行 不過香港市民也可以放心 不管是我們的國安法制定法官 還是執法和檢控人員 大家效忠的對象也只有一個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我對一眾遭到美國政客點名恐嚇的人員充滿信心 磨心信他們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好 都一定會繼續盡忠職守奉公守法 以最專業的態度去處理 每一宗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 第二非法單邊制裁影響早已見底 是的我們都必須承認 美國的非法單邊制裁 無疑會對受制裁者 遞來一定程度的生活不變 但事實也早已證明 這類所謂的制裁 並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 前特首林鄭月娥 現任特首李家超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甚至是前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他們都先後遭到美方施以非法的單邊制裁 但他們一樣過得很好 中央和特區政府 一定會為受制裁者提供適當的協助 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 第三中央擁有兜底維護國安的絕對權力 維護國家安全由始至終都是中央視權 只是基於一國兩制特殊的情況 中央在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時候 才會將執法、檢控和審訊權力下放給香港 這個既是尊重一國兩制 亦都是對香港自覺維護國安有十足的信心 然而港區國安法第55條也早已列明 當特區處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的時候 出現涉及外國或境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 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難的時候 經特區或駐港國安公署提出 並且報中央政府批准 可由駐港國安公署行使管轄權 由駐港國安公署立案偵查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有關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 並且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有關法院行使審判權 這就是所謂的兜底條款 這個條款的存在確保了維護國安工作 不會因為外國勢力的干預或干涉而受到影響 在這裏中鞠美國的政客 不要你再怎樣上下其手 香港亦都不會重回昔日的混亂 與其花時間去干預中國的內政 倒不如收回你們的魔爪 將精力放在解決美國 多如天上繁星的社會問題上算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 和大家焦點短打 我們明晚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onstan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